习近平我要是在二十大不连任 我肯定被全家灭闻 他跌坟也会被绝了 我是二十大不但连任 二十大以后我要改党规改党制改宪法 基本上就行 告诉你以后的江山设计成就是习近平路线 现在内部已经讨论了 就习近平的治国之策 这为什么习近平有书有APP 习近平语录 习近平代表着上帝 习近平代表着人民的希望 中国人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叫做习近平特色的未来 选拔用人制度 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军委 和所谓的指定的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整个委员会 也就是今天向新加坡和西方的独裁机构的 小数人决定的谁是下一个领导 我这个党派不能换 就像英国说 我说党派是我了 那这个领袖我选谁你就不管了 跟你人民没关系了 习近平二十大后要推的就是永远的习近平的江山 这种情况下你说最怕什么吗 社会稳定 经济发达 没有战争 所以说习非常清楚 要想达到以上目的 只有让中国永远处在战争和不稳定和忌恶之中 和矛盾之中 那就告诉中国人民你今天没冰箱了是吧 没豪车了是吧 没有这个上出去上学 就是因为美帝国主义 因为谁谁谁谁 因为谁谁谁 要把人民的矛盾无限化 要把人民的巨大的敌人 所谓头上三座大山 搞车三百座大山最好 让中国人永远为了食物而奔波 这就是王岐山必须是牛叉的人物 所以中国你必须佩服俩人 曾庆空王岐山 十年前就说你们准备吃草吧 该去哪去哪吧 还都傻咕咕在这呢 这到今天你们只有爆料革命 告诉了你们这个真相 有本事的别信 千万别信我